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當然是跟大家說明星期四的七一賽馬日的賽馬心水 會說一說第三場賽事有一條單棍心水 兩隻馬我就喜歡的 給大家做個參考 不過說這個心水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說 另外一些馬圈消息 我自己就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什麼之前也好 希望大家就 麻煩你幫幫忙讚好這條影片 給點個讚 雖然上次又死了 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每一次出心水 我都是出盡力100% 的時間和心思 因為我知道我出心水 給你們買 你真的會買的 我不能夠拿西或交漢貨 所以我每一次 無論成績是怎樣 總之跑的過程中 我都是花足心思 落足時間 和相比 場地 狀態 諸如此類的因素 我才會出 至少做到問心無愧 在準備功夫方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讚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 麻煩大家 因為我發覺 我的頻道的觀眾 有不少 都是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 我很希望大家幫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有時候你長期追蹤我的頻道 不會錯過任何一條的心水片 好 先說回我想分享的一單的馬圈消息 就是這件事 我發覺最近多了人 臨到季尾 在留意一些被淘汰的馬 即是26、7、8分 他們再不贏或者再不跑得好 就會被淘汰 所以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堆的馬一定會搏到盡 決心很厲害 所以你要買 但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有很多這類型的馬 即是臨近淘汰邊緣 說的是26分以下 即是25分開始或以下的馬 就是要加分 不然的話 你會跑完今季沒得跑 會被淘汰 很多人追著這堆的馬來買 就是差不多分數 因為他們不搏 就沒得跑 但我想說 一來有很多這類型的馬 那如果你真的每一隻去追 那你會很嚴重的 是不是 你哪有這麼多本 那所以 大家真的要分清楚一件事 就是 要看一看究竟分辨兩件事 第一 這一類型的馬 它是不是真的 會 今季 如果不搏的話 它真的會下季被淘汰呢 在說的 譬如正義區那樣 它來到29分的這些馬 那究竟 它這一場如果再輸 它會不會穿26分 其實也未必會 因為它最多是減3分 它減完兩分 它會逐步減分 有些平榜員 2分不行 再減3分 它不會一下子減4、5分 那些 那所以就 這些馬 即使你說今場 如果它是 輸了的話 那我想 它 今季只要再不跑 它應該26分 還硬可以跑的下季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要留意一下 計算對的數 就是究竟 譬如說 這些在26分流上 是不是真的 輸了這一場 它會被淘汰呢 其實正義區 或者緣分 它也未必過 這些 可能輸了這一場 是減3分 去到26分 下季可以跑 那我想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那還有其實就是 第二點要留意的東西 就是 根本26分流下 大馬這一群 它們不是說 不想搏 但是真的有心無力 很多馬真的 能力太低 或者它們的適應有問題 所以你說搏來搏去 它們都搞不定 那我想大家就不要說 硬去追捧這些馬 因為你要分清楚 究竟它是否真的想搏 而它是 有心有力去 有決心之餘 又做到成績 跑到頭三 這要很清楚 有心無力 我想搏 但是馬真的不行 那我也會被迫 退役 那我想大家 如果你要投注這類型的馬 你要小心一點 那還有一件事想說的 就是 純粹分享我自己個人感受 就是 蘋果就剛剛禮拜 4集了 結束了 那我是想說 蘋果馬經 其實 就是想它在另外一個形式再出現 我自己就不看蘋果的實體報紙 因為我不喜歡看報紙 反而我是 喜歡看蘋果凍新聞的APP 其實 我每一天看那些馬圈新聞 是我的習慣 即使到現在 它根本都收拾了 但是我依然下意識每一天 有時候有空每一做就 按進去看一看 它有一件事好就是 它更新得很快 那班馬經的 即是蔡馬部的同事 很勤力的 更新得很快 每一宗新聞 可能是半小時更新一宗 相比起其他的免費 或者其他的網上的媒體 其實 那個 蔡馬新聞的數量 是很明顯 蘋果的多很多 還有 涵蓋了很多不同範疇 包括香港海外馬都有 那這件事的確 我估物論 它的政治的取態 但是 這個蘋果的 結業其實 是令到 蔡馬 這個新聞 這個媒體上 我覺得是一大損失 也不是我們的 讀者一大損失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蘋果馬已經 沒有了的一個影響 那希望它會有 第二種形式再出現 這個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好 那就回到香港馬 那 今早 看一看 略略 看到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有兩隻馬 我就很喜歡 所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啊 說之前 看回 斯蘭 這次考 重要的就是 斯蘭其實今季 有試過追 也可以 亦都試過放 也可以 但是呢 其實我想有一點有關鍵 就是 早段你要省位 手內疊二疊會比較好 這個斯蘭就是這樣的情況 反而跑法方面 我覺得 就長長不同 就不用太著重跑法 但是在檔位方面 都是選中內檔 或者會放到靚位 二疊的有遮擋位之馬 是會跑得好一點 這場賽事 7月1號 天文台就說 下雨的機會率 就會較為低 應該就未必會下雨 這件事 又要提醒大家 預計有正常場地舉行 這場賽事 就跑四班千二米 我自己就喜歡兩隻馬 一隻一隻二號 一名勇將 另一隻一隻七號 桃花城 一名勇將 其實這隻馬 落到四班跑 大家都知道他超超的 基本上來說 他是四班 都很多優勝的頭馬 今季也贏過兩場 四班千二米 一場谷操 一場沙田 這隻馬 這場賽事 排到一檔 很好跑 因為他現在 他的組段 不用留到這麼厚 他可以守衛 六七位跑 都可以跟到 所以這隻馬 排到一檔 我想組段 一定可以貼到欄 有遮擋跑 他很有利 再加上 其實這隻馬 你見到他 這次賽前 又回到重化操 也能夠跑 這些馬 其實不需要 再去壓迫他 因為他本身 有基本的能力 和狀態 也不需要 再去推他 最重要是 健康 體力回復正常 然後開心 就可以了 這次賽前 又想去重化 慢跳兩課 然後再回來 跑 那就回到 夠為跑 所以這隻 英文勇將 其實他就在望 贏了 排馬一當跑 田太安 又很配合 其實這隻馬 看他以往贏 是要什麼騎士 先 全部都是硬 騎士 要省得動 何澤堯 國能 柏寶 還有田太安 又是一些 要重邊的騎士 很大動作 大大力 這隻馬 是很受騎的 這隻馬 這次 田太安 怎麼也比上次 王浩南 因為王浩南 其實跑這隻馬 我覺得不夠硬 這次再跑 轉過來 回來 沙田跑 沙田更加好 希望他可以 交多場頭馬 贏夠十分 始終 這些馬 我想不會有什麼保留 九歲 現在跑得就跑 你不知道下季 他的狀態是怎樣 他的能力 會不會跌得很厲害 唯有要搏的話 就是趁著現在的形狀 還在 今季還有能力 就會搏 這隻 英文勇將 在這一場 好跑之餘 也是很穩陣的選擇 選了他 也不會過分 另外一匹馬 我選擇 7號的桃花城 這隻馬 一來是賀賢 轉初馬 我會留意多些 這隻又是賀賢 轉到高東尼 那些桃花 和桃花 還有剛剛 星期日 這系的馬 也放了新馬 在高東尼 所以 這系的馬 現在和高東尼 加強了合作 亦是合作愉快 這隻馬 我很不明白 愛地又贏1200位 而這匹馬 上季 跑得最好 就是跑沙田 我不明白 為什麼賀賢今季 要放這隻馬 來跑馬地 跑 始終這匹馬 有差不多 敦位 他不是小隻 他也挺大隻 1200 這些馬 為什麼要跑去 早跑呢 跑急關 其實他未必很擅長 反而 你這次 扔回沙田 跑 這大場 大隻馬 是會適合很多 那不要管 賀賢 這些馬 在那裡減減下分 減到現在只有47分 其實是好著數的 那便 抑壓下加高東尼 這次賽前 其實這隻馬 就做了一匹試襲出來跑 那匹試襲 如果你說 試襲的水準 同組來說 他也挺低 因為那一匹對手 他就是很弱的 那一匹對手 他是最高分的馬 在那一匹 因為很多馬 都是一些很質身的馬 但是他也試得挺好的 有些最小的匹馬 我們可以看看 這隻的桃花城 在那匹的表現 那時候是田太安士的 那紅色箭咀指著中間 那一隻就是桃花城 這一貨集 其實他就試了一個 新配備 就是戴了頭罩 其實高東尼有很多馬 他都喜歡戴頭罩 或者是綁尼 綁尼 綁尼有較多 這一貨集在中間 輕輕放進去 有些反應 然後過終點之前 就過了那一隻 裡面的放頭馬 王者 那一隻 又是李尼那些馬 那我就覺得這一貨集 親風送爽 很輕鬆 過終點有餘小的 是可以的 那其實這一匹馬 外地跑 他是跟前的 一天就放頭也可以 這一場賽事 適逢 是一組沒什麼大頭馬的場合 極爽 其實他本身都不夠快 現在跑短途 再快一點的馬 可能真的得一隻合約精神 這一隻是縮程馬 那究竟現在上了千四 縮回來千二 夠不夠快 又是一個疑問 那變相桃花城 反而轉倉 他有新鮮感 再加上他是正宗的短途馬 他外地是放頭 有個C閘 他都可以跟前跑 這些馬呢 我覺得他這場很好跑 他唯一 有件事比英名勇將 都不是唯一 他有兩件事比英名勇將 一件事比英名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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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件事比英名勇將 另外一件事是他可以跟前跑 手前一點 那所以這隻的桃花醒呢 其實如果你說賠率再好一點 這隻馬可以搏一下Wing 我覺得是可以要的 这一场赛事适逢了一组对手很弱的赛事 我喜欢他一样东西就是回到沙田跑 这一只马脚法会跑沙田是适合很多的 我相信 转仓马这些当然是博第一扣 所以就选了这一只的桃花城 希望他在这一场赛事都可以跑得好 所以这次赛事我的心水就是选了 7号的桃花城 和2号的英文勇将 希望这两只马包到Q回来 同时我更加希望这一场赛事有什么合约精神 更加加可以扯一下 最好的 扯多些票的话 应该是会令到 其余我选的两只马 更加好分的 我觉得英文勇将和桃花城的这一组的能力 是会是超低的 那就拼一拼 好那这一条片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这一个环节 其实我是取代了一胆拖两脚 大家可以点买这两只马 其实就可以买这个连人位置Q 或者对碰WIN 两样东西买了都可以 因为我是有点信心 为这一场赛事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来周四赢多些 明天或后日 出多一条片讲 这个全球马丹牛勃冷精选 还有一个直播预告就是 在礼拜三的下午 5点半 就会做这个赛事直播 我会看是5点半还是晚上 到时候再看我的直播通知 中文字幕里面